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王木华 刚刚谈到这个摩根斯丹利 说明年别碰美股跟美债了 到底他是怎么评判的呢 他预估这个标准不二五百指数 在2022年会收债 就明年会收在4400点 比现在目前还要再跌6% 那也就是说之后的上涨 可能会加计更大的跌幅 就是说以现在目前多头的气氛来讲 预期标准不二五百指数 持续推升的几率会是比较大的 因为经济增长改善跟实质利率上升 他的策略团队预估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殖利率明年底会升到2.1 这是高于现在目前的1.55的水平 如果升到2.1的话要上升 这个六十几个基点 五六十个基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上升波段行情了 对于说持有债券的投资人来讲 应该会是明显的损失了 这个不过这个是摩根斯丹利的看法 仅供参考不代表说一定会造成 一定会市场会如他的预期 因为没有人有水晶球 另外高雄的五星级饭店国宾 国宾饭店要吹席灯号 这刚刚有跟各位讲 最快两到三年内 这个高雄国宾的原址会改建成豪宅大楼 大家现在都要住豪宅是吗 所以这个饭店也没有生意了 这也要改成豪宅了 包括台北国宾饭店中山北路那个 已经是经营大概有一甲子了 这也要改成豪宅 高雄首家结束营业的五星级饭店 所以整个高雄的旅店行业 这个官方饭店行业 现在目前弥漫着忧伤的气氛 忧伤的气氛 高雄国宾饭店我住过 其实也有40年的时间了 它是在爱河的水岸附近 所以各位如果到高雄国宾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蛮邻近爱河的 邻近现在目前高雄 那个很夯的发展区 叫做亚洲新湾区 那业界人士推估 这块土地新建成本超过100亿 未来销售的时候势必成为高雄豪宅大案 好吧 这个大家都要住豪宅 豪宅豪宅 这个现在饭店也都开始要纷纷改建豪宅 那未来豪宅会不会功过于求呢 好 那另外我们看到 美股上个礼拜 四大指数除了废半以外 全部都有出现小跌的状况 全周了 道琼跌幅0.65% 标普跌了0.3% 纳指跌了0.7% 另外罗素2000指跌了1% 其中领跌的股票是特斯拉 这个全周大跌了15% 这个去年三月来最大的跌是 不过欧洲股市继续涨 欧洲600指数 上周涨幅是0.68% 这个法国涨了百分之 德国涨了0.25% 法国涨0.62% 英国涨0.6% 所以欧洲股市现在目前的多头气氛 非常浓厚 美股的拉回 会是一个增拉回吗 还是只是一个多方上涨 节奏中的稍微出现休息一下 这个喝了水再上呢 我们赶快请教奇卧分音师 林昌星 昌星你好 大家晚安 另外之前昌星你一直不看好金价 这一次有改观吗 因为金价连续7天走高 这个蛮罕见的连续7天的上涨 我觉得其实 以短线来讲真的是金价很强 不过如果以中长线来看 我认为这次的金价上涨 是大家觉得说通膨来了 而想要去买黄金 可是我觉得这是反果为因 应该 在我来说 其实是充膨一直都在 不是因为美国公布CPI之后 然后通膨才出来嘛 但是如果说 明年美国的态度是说 它要压抑通膨的话 我认为这个金价算是短期的反弹性上涨 而不是真的返回多头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逢高还是一样 我不会站在买房 OK 好 那美元指数这么强 因为在上周已经突破95点了嘛 就再创一年多来的新高 可是我们过去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 就是说美元强的时候金价会弱 那为什么这一波美元跟金价同步这么强呢 对 所以说这其实 我会认为说 美元开始转强 但是整个资产的效用 其实反而是我们看到 这些中国的黑色系在跌 可是能源强 那黄金也强 我认为呢 其实现在的一个角度呢 是美元刚转强的同时呢 整个全球的市场呢 还处于一个高通膨的状态 所以这个高通膨的状态呢 会造死了这些原物料 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所谓的高通膨的一个现象 反而不是对应到这些这个所谓的美元的强势啦 那美元强势的话 现在我们看到台股啊 还有这个所谓的人民币呢 这边的一个汇率还是都很强嘛 所以现在真的是跟美元支付成反向的关系 我看就只有欧元了 因为欧元是弱的不行的 那现在短线来说 我觉得美元呢 持续的往上攀升呢 这些通膨的下液呢 就会开始的开始被抵减了 另外这个全球股市啊 最近大涨特涨的土耳其股市哦 可能很多人没有去看到这一块 但是你发现土耳其里拉是大扁哦 这也是很吊诡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土耳其的货币是持续大扁 但是呢 它的股市是不断的在大涨 所以这全世界现在充满了金融上充满了一种极端现象 对不对 就是说大家都搞不清楚说 为什么现在目前全世界金融市场如此之投机气氛 甚至如此之混乱 这个过去一些大家所坚持的一些金融市场现象 完全被颠覆掉 这就是现在目前通膨与宽松资金并存下面的一种 所谓的极端气候下的极端现象 好那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 加权指全周是涨了221点 涨幅1.28% 贵买指涨了1.17%的幅度 所以两个市场都有一%的涨幅 好今天加权指再涨了0.66%的幅度 那贵买指甚至呢涨了1.26% 那贵买指大涨2.76点 指数已经来到了221.19点 而且成交量也不小 1200多亿 本波段贵买都是持续 这个明显量能很强势的一个状态 同时今天收221.19点已经在差点要创今年的新高了 所以贵买已经有领先要创高的味道 因为贵买今年的最高指数呢 是222.21点 今年已经只差了差不多一点而已了 那也就是说明天稍微再发点力 就会创下这个今年的新高 那中小新股票领先创高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意义 就在于说市场的油脂还是相当的充沛 包含今天贵买指数又强势 大家要去观察一点 其实在11月15号 也就是说当这个所有的财报都公布之后 基本上接下来就是做梦的题材 所以今天看到非常明显 很多之前被卖 已经说不是很好的 可是后面有题材的 其实今天全部涨回来 所以我认为呢 在这段期间呢 开始会做一个所谓的内资的 做梦题材的行情 那再加上今天看到 外资又回来做买超 所以外资买的 跟内资的这些所谓的中小型股的 做上行情呢 我觉得就会才11月15号 以后开始来做发酵 那再加上我会认为 所有的投资人在这边都会觉得 涨多了不追涨多了不追 那这边就随意形成嘎空 或是嘎空手的一个态势 好了 其实也不是只有金融市场有点疯狂 这个世界我真的觉得很多人都疯了 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 你看这个开个车跟人家插撞 会被打成这个插脸变成植物人 对不对 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恶行恶状的人呢 另外呢 日本你看到今天的新闻 日本JR辅导站又传出 有男人 男子啊 拿刀刺伤一个老妇人 那老妇人何其无辜啊 你去刺他干什么 包括上次各位看到日本那个电车上面 对 那个什么小丑对不对 是啊 那个小丑电影还真有感染力 还是真的这样去搞了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疯子吗 而且金融市场 就像刚才我刚才讲的 其实现在不能够照传统的理论走 也许中长线是 可是短线在资金齐发 然后民众又在追捧的状况下 其实只要有题材 就什么都涨 美元也涨 那可能债券也涨 然后美股也涨 通通都涨 然后黄金又涨 所以说其实被人万件齐发 可是我觉得 很多朋友还是要抓到一个重点是 你到底做短线又做长线啊 所以你在操作上 真的不要被盘面所诱惑 我觉得回过头来 还是要看你投资的一个方向 好 那讲到人不被诱惑太难了 对不对 因为讲在眼耳鼻设生意嘛 对不对 什么都是诱惑的嘛 对 你眼睛一张开 耳朵一听 然后鼻子一闻 嘴巴一吃 这个什么都是对你诱惑 那美国10月的CPI上周公布出来 是超级报表 这个升级的预期上升 升级就加级的预期上升 但是呢 这个联准会其实装聋作哑 对不对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欧美国债值率是明显上升 美元指数创了一年多来的新高 因为美元 讲实在是 它如果不创高的话 那个通膨会更严重 对 因为它多少要上去去压一下物价 那金价也是一年多来 首次 这个出现全州上涨 那美股是终结了连续五周的涨升 虽然说终结五周涨升 我刚刚有跟听众没有报告 跌幅也不到一趴 那重要的经济数据呢 包括美国10月的密大 密西根大学消费星指数估值 出值只有66.8 这个美国消费星星真的是崩盘了 这个是创2011年来的新低 这个等一下请张英跟我们讲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它估值原先预估是升到72.5 但是居然是收在66.8 它比10月的71.7还低 是美国的消费星真的是垮掉吗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美国的CPI最新一个月升到6.2 这是1990年12月以来最高 这个代表30年来 美国物价没有这么严重的剧烈的通膨 而估计的数字是5.9 那9月只有5.4 这个月比又上升了0.9 0.9个百分之0.9 那原先估计是升幅是0.6 核心CPI都来到4.6了 核心这个比预估的4.3来得高 同时也比前一个月的数字来得更新上升 所以说白宫就说要用 可能用一切的手段来降低油价 包括不排除动用四出战备存油 那我们刚刚讲说 今年土耳其里拉大扁 是所有新商货币扁最多 年初到现在已经扁了25% 但是土耳其股市是大涨 有点莫名其妙吗 另外美国30年期国债殖利率 已经正式转为负利率了 什么意思 因为CPI太高了 物价太高了 所以30年期国债殖利率 去跟这个物价指数一比 它已经变成是负的了 换言之你报债券是 报30年 如果在这个通膨的情况之下 你是亏钱的一个状况 越报货币价值越低了 好 这个继续来请教 奇货分析室林昌新 这个状况怎么去解读 这些综合复杂的一些 总经宏观的数据呢 这个看起来是很多事情 是不合道理的 对 我觉得特别 我们讲了那么多数据 大家也不用紧张 我害怕了 我觉得你抓到几个重要的点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现在面临的高通膨 那势必严重会要解决 这是一定要解决 那解决方式已经开始 taper减低购债了 那接下来的点就是 升息是落到哪一个时间 也许是明年的年中 那也许会提前 这是市场看到这样的预期 那升息的预期就导致 市场的资金可以开始回收 可是很多投资朋友会问 那既然出现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股市不会跌 所以我再次的强调 不是说明年要升息 今年一定会跌 因为其实要看的重点是 美国的企业到底有没有赚钱 其实美国企业的本益比 现在还OK 大概也在本益比的上 我记得好像在20左右 20 21左右 其实还在上人 标普500的本益比 那这样的状况下 只要美国的 这些公司企业继续赚钱 股市就会继续推升了 这个我想应该是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重点是在于说 在这些通膨的 这边高度通膨的状况下 如果美元继续去升值 甚至于说明年要升息的状况 那原物料的行情 会不会再复制 今年的年初的大波段 我个人给的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大家其实在投资的重点 我觉得把这几个都切好之后 其实短期的这些波动 你其实就可以避开 甚至于说你看不懂 那就暂时不要做 做你看得懂的波段 我觉得相对来说 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好 那野村的看法是说呢 量价现在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他说肉食导致了粮食需求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平均三公斤的谷物 才能生产一公斤的肉 另外地球暖化造成了干旱 还有洪水降低粮食的生产 另外新市场的工业化 疫情造成农场人力短缺 还有供应链使得农产运输不易 甚至农产品销毁 都会造成粮价持续高涨 另外能源价格跟粮价也有正相关 所以说能源价格也会持续推升粮价 他说如果说明年粮价再往上升15% 它会更影响到CPI 这个普遍像欧洲 美国明年CPI会持续维持在4% 4%之上 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这样说好了 能源现在在原有大概在80 到85之间震荡 但是能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原物料的这个农产品的价格 说真的真的是相对低 所以如果说不论说是看这个黄豆啊玉米啊小麦啊 基本上以今年的角度来讲 都是属于什么 没涨到的 今年其实涨的比较多的 其实这些所谓的一个幅度 大概都10%到20%左右 那我想其实如果说全球暖化继续的话 那会轮着走 比如说我们看前阵子是能源先动 然后接下来可能有色金属关键就动 那这一波呢 如果现在的寒冬还持续的话 我觉得啦可能到12月为止 就有机会再种一波这个农产品的一个涨价潮 像今天的话包含 中国的这些所谓的一个猪肉 也是在做一个船部的天高 不过呢 我觉得这个到了明年的春天 只要这个稍微 大家就知道一点 就是说这种所谓的一个冷天期 稍微过去 那波走季节一来的话 其实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短期的现在有可能 可是大家真的不要觉得通膨就很害怕 去胡乱投资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商品周期的尾身段 我认为是尾身段 所以大家我觉得还是要特别留意 你的看法跟莫根斯林一样 他认为说明年别碰美股跟美菜 他说这个已经是陌生段 那那个明天习拜要会面 这个在线上会面已经确定了 这个明天上午台北时间 中国国家主席总书记习近平 跟美国总统拜登 我们用正式称呼嘛 两个人要在线上会面 请问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吗 我觉得不容易 但是应该会 会就什么 比如说这个原油的议题 然后会能源的议题 我觉得搞不好 这个拜登会跟习近平请教说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 这么会打这些所谓的煤炭的价格 怎么可以控的这么好 给我一些建议吧 我原油价我都控不下来 但是我觉得其他议题呢 可能就是会做擦边球 那就算现在看到 拜登 其实他对中国的部分 这些所谓的半导体 他还是要组起 中国之外的大联盟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不太会有太大的 一个所谓的火花出现 不过基本上 北京不太可能 就是说没有事先先弹出一朵花来 就跟他开会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对习近平来讲 是一个微信上面 或者是说 可能会被质疑说 那你都没有要到什么 你干嘛要开会 对不对 你还不如不要开 因为其实这一次的习拜会 或拜习会 其实看起来是美国比较积极 因为你看到先前 孟晚舟先放了 讲实在如果没有美国在后面点头 倒大哥点头的话 加拿大也不会那么轻易放人 这个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放孟晚舟 为什么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面 两国要共同罕见的一致达成 要针对地球暖化努力 其实某种情况都是要为 这个习拜会拜习会 先铺陈做暖身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那也就说呢 北京一定会要求一些东西说 好那我们要谈 那你要给我一些东西 不然的话 我也没办法对14亿中国人交代 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呢 因为现在整个中国大陆反美的情绪 非常民主意识非常高涨 那今天已经有一个消息出来了 很可能美中第一阶段的关税 有可能稍微测一点 因为叶伦已经放话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其实疫情受控前通膨很难降下去 但是解除川普对中国关税有差 那叶伦讲这个话什么意思 那可能 为了降低通膨 所以我就先把关税稍微测一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啊就是 既然大家知道说这个物价的上涨 那一定是关税再加上去了 那刚好顺水推舟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却也不是不可能 对但是我知道 其实美国有一些企业 这个越来越多企业 其实对中国大陆 其实那个反中情绪也上来 像我一些做贸易 或者说做一些 做一些生意的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朋友都说 他们很多客户现在讲说 out of China 我的东西不要再从中国大陆出了 我要从台湾出 搞得他们也很为难 台湾生产门这么高 我怎么从台湾出 他头都很痛 但是现在大家都 情绪上面都很那个 就是也是僵局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美中的僵局 如果说随着 习拜或拜习会 能够谈出去 就像如果像董大哥讲的 能够从关税川普那时候 的币也往下降的话 那也许就有机会 可是反过来说 美国的声浪可能又会出来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这个怎么谈都不好谈 所以说可能要各退一步 我给你什么favor 然后比如说我给你降关税 然后你有输出什么东西给我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两方面 各有让步的话 可能比较有机会 我觉得世界和平最重要 对啊 大家和和气气的 为人类共同去开发火星 去搞外太空都好 干嘛搞得大家 一个人一个星球这样 在开会 cultiv木自如何 called 声音乐 全部 啦 或者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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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